大家好 我是爱语言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给大家带来崩坏星穷铁道2.0版本的任务合集 支线 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 360金表抽 2.0评诺康宁新增任务崩坏星穷铁道 2.0评诺康宁新增任务隐藏成就合集 好那承接我们的上一批 这批的话呢是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 也是做完我们这个主线之后自动接取到的 来我们点击一下追踪 大家打个地图 来到我们黄金的时刻 二层 最右边这个锚点这个奥地购物中心 到了锚点之后呢 大家朝着我们的小地图左边往前走 下楼梯就可以找到这个NPC了 好对弯画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上角过来和这个钟表小子对话 好对弯画之后呢 我们再回来找这个NPC 好开始钟表把戏之后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碑玉的齿轮没有了 怎么办呢 来看到我们这个小地图左上角 往前走 借我跟NPC 我们过来吸取他的情绪 可以拿到这个悲欲齿轮了 然后我们再回来 放到这个可可纳 钟表把戏里面给他解锁了 好锁住之后呢 我们打开地图 打赖到白日梦酒店限时下方这个贵宾休息区的锚点 然后呢朝着我们的小地图右下角往前走 前面的话呢要先上这个楼梯啊 上了这个楼梯之后呢 左拐上楼梯再左拐就可以找到这个NPC了 好多弯画之后呢 来我们回到黄金的时刻 这个奥地购物中心的锚点 好朝着我们的小地图左边往回去找这个克克纳 好多弯画之后呢 我们打开地图啊 大家来到白日梦酒店梦境三层 右上角 大家看到 柏金客房这个锚点 到了锚点之后呢 先出门 出了门左拐 在前面有分岔路的时候不管 我们笔直往前走 先出这个房间的门 出了房间的门之后呢 下楼 好再右拐 来往前走 最前方有这个高亮点 我们跑过来到这处高亮点 打完怪呢就拿到这个唱片了 好 然后我们打开地图 大家回到这个黄金的时刻 奥地购物中心的锚点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边 我们回来找台对话 好这边再回来和这个钟表小的说一下话 好对方画来 我们回来找这个克克纳的对话 好进入他的这个内心世界之后呢 来跟着他往这个楼梯上面走 好对方画呢 再朝着小地图右下角往前 就有一个钢琴啊 好台湾之后呢 朝着小地图下方往下走 好我们接着往后走 下楼梯 好对方画之后呢 边上有个礼盒 我们来打开一下 好对方画来 我们笔直往前走 好再朝着我们的小地图左边往前 好接着往前走 好切完过来之后呢 边下有个冰淇淋啊 我们摸一下 好往前走 这边有一个拼图 我们过来触摸一下 摸完之后呢 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上角 先下楼梯 朝这个方向往前 上楼梯之后呢 面前就是 先过来摸这个较远处的碎片 好然后呢 朝着我们的小地图右下角往前走 过来摸第二个碎片 好摸了两个碎片之后呢 我们往回走 到这一处这个拼图这 好左边这个拼图放左边 右边这个拼图放右边 就好了 过来跟他对话 好对话话之后 看到小地图越大脚 这个花盆 好大家刚刚这个对话 选什么都无所谓啊 两个东西都是要扔掉的 来先往前走 然后右拐 再右拐 好我这边是选择了 目送他离开啊 那选完之后呢 打开地图 回到这个白之梦酒店现实下方 贵宾休息区 好先笔子往前走 上楼梯之后呢 左拐 再左拐 好都要画了之后呢 打开地图 回到黄金的时刻 这个奥地购物中心 刚刚这个人给的答复就是说 让我们不要担心 他会找人去接替他的 像这样的事很常见之类的 好 到了这个锚点之后呢 朝着我们的小地图左边 往前走 下楼梯之后呢 到前方 发现这边就已经坏人了 好 到这边对话完 那我们这一个任务就完起了 记得关注再走 让我们看待下楼梯之后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